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明天天氣跟今天很類似 都是晴朗天氣形態 但是在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還是會有零星的降雨 午後在西半部的山區 還是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而在溫度方面 在現在是秋老虎發威 在明天整體的天氣都是蠻熱的 我們帶您看到在氣象局的部分 也針對了嘉義市 發佈連續三十六度高溫的成燈 另外在雙北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跟臺南市 以及屏東縣跟臺東地區 都是高溫三十六度黃燈 請規劃週末出遊 一定要做好防曬 繼續來關心今天全臺各地天氣 北部地區明天天氣 基隆臺北新北 低溫二十六度高溫三十五度 都是晴朗天氣 桃園新竹苗栗同樣也是晴朗天氣 低溫是二十五度高溫三十四度 台中彰化南投同樣太陽露臉 低溫二十五度高溫三十四度 雲林嘉義跟臺南同樣也是好天氣 低溫是二十五度高溫是三十五度 高雄屏東也是好天氣 低溫是二十六度高溫三十五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低溫是二十四度高溫三十二度 在花蓮跟台東會下雨 花蓮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都是晴朗天氣 低溫是二十五度高溫三十四度 哈嘍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